鱼雷作品 好的 我们继续来学习《入胎经》 先看原文 如是难陀 是为密除自为周珠 自为归处 法为周珠 法为归处 无别周珠 无别归处 佛陀在这里呢 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 因为前面呢 佛陀对难陀讲 说各位出家人 修行人 不要树立任何的偶像概念 不要把任何人搞成个人崇拜 你自己的自信 那才是你的根本的皈依之所 才是你最终的目的地 是你的目标 你不能把任何一个人 你觉得的你崇拜的老师 你的这个善知识 或者是佛 甚至菩萨 佛陀直白地告诉难陀 不要把我当成你的根本目标 因为我只是你外在的一个物 是你外在的一个化身 你要把自己的自信 当为自己的根本皈依之所 所以呢 佛法有四依四不依 其中特别重要的这一点 就告诉我们 要依法不依人 你不能因为某一个人 长相很慈悲 长得很像佛 或者一个大胡子 或者先锋道骨 或者看起来好像修行很高的样子等等 你就把他当成了一个 了不起的偶像 或者把他当成了佛一样的供养 你崇拜他 愿意跟他学习 死心塌地地相信他 这样可以 但是呢 你也要听他讲的法 如不如法 是不是与佛经相契合 因为佛陀告诉我们了 是法为周诸 法为归处 自为周诸 自为归处 那这里面的这一段总结呢 就是针对我们上一讲 以及上上讲所讲的这些修行方案 这些如何观心 观寿 那么他就是对我们的这些 怎么观身啊 观灭而住啊 或但有念啊 那这些呢 以这些内容 作为一个修行方法 然后告诉你了 这些讲的内容 这就要告诉你了 自己是自己的周诸 自己是自己的归处 因为你根本没有观外面的东西 你观的全是自己的什么呀 内身 外身 内外身 观的全是自己的自性 观的都是自己的念头 自己的身相 以及四地 还有色寿 想行识 我们观的全部都是自身 观的是苦极灭道 向内观察 而不是向外观 比如说吧 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观想 你可以观想佛菩萨 因为佛菩萨 他有一种伟大慈悲的力量 但是你就不能观想 你所谓的老师 善知识 那样不行 我们继续往下看 难陀 若有丈夫 秉性至直 远离产狂 于尘招时 来至我所 我以善法 随机交世 彼至墓时 自尘所得 墓以法教 诞尘 所得 难陀 我知善法 现得证悟 能除热闹 善应时机 亦为方便 使自觉法 善为富户 我们来看这一段 佛陀又叫了一遍难陀 佛经当中 咱们经常看到 佛陀讲着讲着 就会喊这个 对积的弟子的名字 他一般都是 讲着讲着就会喊 虚菩提 怎样怎样 虚菩提 怎样怎样 或者阿难 怎样怎样 也就是说 佛陀讲课 讲着讲着 他就会喊徒弟的名字 在这一本经典里面 也不例外 他每讲一段 就会喊一遍难陀的名字 这个呢 代表了首先第一点 就是佛陀很慈悲 让人有一种安心之感 比如说吧 如果你们去医院 做手术 如果不是全麻的状态的时候 他就会喊你的名字 医生 比如说 就会喊 张三 不要着急 不要害怕 我现在要干嘛了 你不会感觉到痛的 如果有哪里 不舒服 你就跟我讲 首先第一点 让弟子安心 让对方安心 不是还有一个笑话吗 说有这么一个大夫 在这个 要做手术之前 然后 说话了 说那个 刘玉柱 刘玉柱 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不要紧张 刘玉柱 然后病人说了 说大夫 我不叫刘玉柱啊 大夫说 我知道你不叫刘玉柱 我叫刘玉柱 这下 他给自己安心呢 他不是跟别人安心 这是病人更害怕了 是吧 这开个玩笑 所以在这里 首先第一层意思 佛陀呢 喊难陀 意思就是呢 总归呢 难陀呀 在这个 在咱们这个 佛陀的这个 比丘的这个圈子里面 这个团体里面 好像有点 他自己感觉 有点受了排挤了 因为别人都不跟他 走在一起嘛 所以他好像 自己受排挤了 佛陀呢 给他讲课的时候呢 他多多少少 还有一点自卑心理 就像《愣言经》里面 阿难在听 佛陀讲课的时候 他多多少少 也会有这么一点 自卑心理 因为他呢 是即将要犯了淫戒 然后被带回来的 那在其他比丘面前 估计也很没面子 大家也都知道这件事 而难陀呢 首先他不是 心甘情愿来出家的 其次呢 他在这个比丘团体里面 又有点自己感觉受排挤 以前他是王公贵族 那是很有优越感的 来到这儿呢 不仅优越感没有了 反而呢 还感觉 有点受排挤了 所以佛陀呢 讲着讲着就喊 亲切地呼唤他的名字 第一个呢 帮他安心 让他的心稳定下来 有一问 你可以正常地问吗 不用害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提醒他 打起精神来听课 因为难陀呢 在那儿听 佛陀讲这些内容 他不像我给你们讲话 这么快 我们当代人呢 这个生活节奏 要比2600年前的 任何社会 生活节奏都要快上 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 古代的人说话都很慢 因为他们不着急 第一个讲话慢 慢的时候 能够给自己思考的时间 再一个 能让听的人 听得特别明确 特别清楚 因为普遍的生活节奏 都是慢的 所以他也不会觉得慢 如果我们当代的人 如果说话特别慢 你就会很难受 比如说你可能 在刷一个短视频 你可能就想倍速播放 你觉得他说话太慢了 甚至于你现在去看 我们小时候的那些电视剧 你都会觉得很慢 小时候的那个电视剧 小时候的那个电影 你就会觉得 说话 他们说话太慢了 或者这个故事情节 节奏发展得太慢了 但是你小时候看的时候 你不觉得 现在你就觉得了 为什么 生活整个节奏都提速了 生活节奏变快了 所以你就会觉得 这里面人说话呀 这里面干嘛呀 都太慢了 那2600年前的 这个印度的社会 佛陀讲话都比较慢 而且呢 他要讲话 一会儿要举例子 一会儿要打比方 一会儿呢 他讲的这些内容 又有点深奥 加上说话 这个节奏又慢 那很有可能有的人呢 他就溜号了 他思想就溜号了 或者是昏昏欲睡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佛陀呢 就要喊一下 喊一下不能喊所有人呢 说所有同学们 那不能那么说 因为这本经典呢 他有一个对击众 就是难陀 那么他就对难陀 讲这个话的时候 就喊难陀 虽然嘴巴上呼唤的是难陀 而实际上呢 也是提醒在座的 所有比丘 都要认真听讲 不要溜号 再有一个层次 再有一个层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接下来要讲的 这段内容很重要 就像我经常讲着讲着 给你们画个重点 是一个道理 所以呢 佛陀你看 就喊弟子的这个名字 它里面其实包含很多意思 甚至于啊 我们现在看文字 没有情绪 有的时候呢 如果在现场的话呢 你想象一下 佛陀可能每次喊难陀 喊名字的时候啊 可能还有不同的语气 比如说吧 难陀 这是一种 一个表达 一个意思 难陀 你看这又是一个意思 所以 不同的语气 有表达的是什么呀 刚才是不是没认真听讲啊 有表达肯定的 有表达这个不满意的 有表达批评的 有表达提醒的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看到文字 而这个文字呢 它还是翻译过来的 由泛语翻译过来的 你现在看印度电影 你应该能看到 这个印度人呢 他们说话呀 身体姿态 各种语言 包括表情 都很丰富 而佛陀生活在那个国度 他与人讲话 他一定也要顺应这个时代 顺应这个社会普遍的 大家能够 能够这个 接受的这样的方式 甚至于啊 这个佛陀 你看印度人 咱们看印度电影 最感受最强烈的就是 动不动就唱歌跳舞 那边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是能歌善舞的国家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 就是佛经一般后面 都会有什么呀 记子 我们可以往后看一看 你看讲到这儿 后面 入胎经后面也有记子 这个记子 其实就是唱出来的 就是佛陀 把他要讲的这个课程啊 给他讲了 讲完了 再用歌给你唱一遍 那他当时唱的时候 就一定是当时最为流行的 很简单的旋律 然后大家都能够会唱的 然后又押韵 所以他当时怕弟子们 记不住这里面的核心要义 再把这个所讲的内容 用歌唱的方式 给大家唱出来 那我们的中国的翻译经 翻译家们 看到了这些内容 他大概是能明白的 虽然他看到 记载到经典上的是 没有语调了 不是唱出来的了 但是呢 中国的译经师们认为 这个这段内容都很重要 而我们中国古代人呢 也有来唱词的这个习惯 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苏世 大家比较这个熟知的吧 咱们比较熟知的 这个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这都是唱出来的 为什么叫词呢 词就是要唱出来的 诗嘛是要吟出来的 要吟诵的 词呢 就是要唱出来的 而这个词呢 它还有固定的曲牌 比如说念奴交 赤壁怀骨 这个 是什么意思呢 念奴交 就是你要用什么调来唱 用念奴交的这个调来唱它 你比如说明月几时有 那它也有词牌 前面的这个词牌 就是一个曲调 所以古代的这个 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曲调呢 不多 比如说可能只有那么三五十个 那大家呢 来填词的时候 写词的时候 就根据这几个曲牌来填词 它填的是哪个曲牌的词 那呢 它前面就叫什么 后面的那个 后面的那个是它给起的名字 比如叫明月几时有 那个是它给起的名字 前面的那个就是曲牌名 就是告诉你了 这个一拿到 就知道用什么调调来唱 比如刚才我举的例子 赤壁怀骨 是这首词的名字 前面的念奴交 就是它的曲牌名 那当时的人都知道念奴交怎么唱 都知道那个调子 那就拿这个赤壁怀骨的词 套上念奴交的曲子 就可以演唱了 因为不同的曲牌 它的字数不一样 就像我们唱一首歌 你不可能什么歌 都能够把字往里塞 而它做词的时候 因为就是根据这个曲牌创作的 所以它的字数 第一句几个字 第二句几个字 对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水调歌头就是曲牌 那水调歌头呢 前面第一句几个字 第二句几个字 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样的格式 那都是固定的 所以呢 它写词的时候 就根据这个固定的这个曲牌 然后填词 就好比说我们现在唱了一个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好了 你往这里填词 把它这个词拿掉 然后呢 你在往里填 你得字数跟它一样的 就像我们改编一首歌曲 给它填词 沁元春雪 雪是这首词的名字 沁元春是它的曲牌 但是它的调调怎么唱呢 现代人不知道了 没有流传下来 但它的字数格式是流传下来了 大家看其他的沁元春 这个曲牌就知道 它的格式是怎么样的 但调调怎么唱 现在不知道了 那古代的印度也是如此 所以呢 他们应该也有很多 那么几首 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种像民谣啊 就是童谣啊 就传下来的调调 你就好比现在全世界的人 都会唱这个 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一个调调 这个就是个曲牌 那你填成中文 就是祝你生日快乐 你填成英文 就是Happy Birthday to you 它就是这个意思 那古代的印度 它也有类似的 大家都熟知的调调 佛陀呢 就想啊 用这种调调的形式 来传播 他讲的这些内容 把药义提炼出来 再用这种押韵的 可以唱出来的旋律 再给你讲一遍 前面那些你背不下来 记不住 后面的这个好记 这叫重颂 也叫记子 就好比说很多人 这个普门品背不下来 但是后面的那一段 那些记子 能背下来 世尊妙相聚 我今重问彼 佛子何因缘 明为观世音 这个能背下来 但是后面讲的这个内容 和前面这个经文 讲的内容是一个意思 他把药义提炼出来 然后以这种词牌 取牌 以这种唱颂的方式 来把它重新讲一遍 那就是这个道理了 所以我们现在 就能够看到了 一般来讲 佛经后面都会有重颂 都会有记子 咱们讲华言经 华言经里的记子呢 更多 中文 易经家在翻译的时候 他会特殊的 对这个记子进行加工 他在加工的时候 考虑评字 意思要表达明确 然后考虑他的评字 考虑他的押韵 考虑他顺口好记 我们比如说 有的时候 你们听我创作歌曲 我在创作的时候 我拿着电脑打字 打的这个歌词 自己觉得好像很优美 那还不够 我们我还得把它唱出来 根据我这个歌的旋律 我还要唱一遍 因为有的时候 你写出来好像挺好的 一唱出来 绕口 不好听 比如说 还记得那个 胡说吗 胡说写在文字上 你一看就懂 是茶壶在说话 好像很好 你唱出来就不行了 胡说 是吧 你一唱出来 就感觉你这个人 一直在胡说 因为唱出来 和写在纸上 那又是两件事情 有的时候 那几个字 比如说我们 还有一首歌曲 叫拿摩大悲 观世音菩萨 那首歌 那首歌的旋律是 就这个莲花处处开的后面 正常来讲呢 我想填的歌词应该是 拿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可是呢 你前面 这个 拿摩 拿摩观世音菩萨 拿摩用了两遍 可是如果把第二个 拿摩变成大悲呢 正常来讲是 拿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样我认为更圆满 可是呢 你要唱出来就很难听 你看 拿摩 大悲观世音菩萨 就是大悲这两个字 放到那个 放到那个位置 唱起来很难听 就不好听 拿摩 打杯观世音菩萨 打杯 就感觉很难听 好像要把杯子打碎 打杯 因为它这个调子就这样 可是如果 后来我们就研究了 拿摩 拿摩观世音菩萨 这样就很顺 所以呢 写在纸上是一回事 唱出来是否 这个顺口 又是另一回事 那么 我们在佛经当中 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 所以咱们的这个中文 在翻译的这个后面的 记字的时候 它就会特殊的考虑 押韵啊 评字呀 唱出来是否顺口啊 是否好记忆啊 会考虑多种因素 于是有个别内容 会产生一点点小的变化 比如说吧 咱们这个普门品里面 说 咒诅诸毒药 所欲害身者 念笔观音力 还酌于本人 说如果有人诅咒你 有人给你下降头 有人 给你这个 做谷害你 你念了 拿摩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这个乌骨之术啊 这个对你的诅咒啊 就还回他本人去了 那我当时看我不理解 为什么不理解呀 我觉得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呀 他就让他 这个诅咒化解掉就好了嘛 为什么还要还酌于本人 还要返回去呢 那观世音菩萨 也有报复心理 其实不是 后来呢 经过多方的查阅资料 原本的那个范文 经文上写的 还就是把它化解掉了 但是呢 苏东坡当时就改了 苏东坡改了说 念笔观音利 两家皆无事 是有过这样改动的 但是大家记不住 认为两家皆无事 不顺口 唱出来不顺口 讲出来不顺口 于是大家还愿意念 还酌于本人 但实际上你要明白 这个意思 稍微变化了一点 更符合世俗人的心理 觉得你害我 凭什么你就平安无事啊 不行 第一点呢 它符合平字和顺口的要求 第二点呢 它也呢 符合普通人 世俗人的这个心理 于是呢 大家都 高僧大德们就不改了 不要改成两家皆无事 反而让人记不住 还不如就还酌于本人 让大家觉得 我念了观世音菩萨 你自己因果自负吧 而实际上 因果的道理 也的确如此 你害了别人 难道就真的无事了吗 现在因为菩萨的 慈悲之力 把这个 你的这个诅咒 化解掉了 但实际上 因果来说呢 你自己还是要 接受因果的审判的 所以在这里 佛陀喊了一声 难陀 这里面呢 咱们就讲出了 很多的内容 若有丈夫 秉性制止 远离惨狂 这句话很重要 重要的点在哪呢 就是我们各位 学佛的人 你必须自己反省 为学佛前先做人 你首先要做到这个 就是佛经当中 有的时候经常会 称呼我们为 善男子善女人 你真的是吗 有的时候 我们讲经说法 就会告诉大家 佛经里面讲 善男子善女人 指的就是我们在座的 各位学佛的人 那是佛陀 抬举我们 那是佛陀赞扬我们 咱们能学习 这就本身是一件善举 你听经文法 你修学佛法 这本身是一件善举 佛陀抬举你 跟你叫善男子 善女人 但那是佛陀抬举你了 你自己真的是善男子吗 你真的是善女子吗 这一点我们就得反省自己 就像我总告诉大家 你给出家人磕头 那是你的恭敬 那对他来讲 他还有他的修行 佛陀恭敬我们 是善男子 善女人 我们自己还得有 自己的修行 我得检讨自己 我真的是善男子吗 我真的做到了 善女人的标准吗 那什么样的标准呢 最起码 为学佛前先做人 这是一个最低的 学佛人的标准 秉性致直远离产狂 秉性致直是什么意思呀 致直就是执心 不是搞那些阴谋诡计的人 不是搞那些花花 花花招招的人 不是乱来的人 首先呢 你对别人是真诚的 你是以真诚的 这种心去面对别人 你不害人 不坑人 不骗人 所以你首先要秉性致直 你不要玩那些阴谋诡计 搞那些个花招 咱们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坏人 这个坏人主要表现 就是什么呢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而且有很多人 因为太傻 他会跟坏人 走得很近 把坏人当成朋友 而这个坏人 这个朋友 他一直在搜集你的资料 他想了解你 知道你住哪儿 知道你的一些秘密 他就等着有一天呢 他难受的时候 从你这再也得不到 好处的时候 他就要用这些东西来整你 他就要用这些东西来害你 那这就不叫致直了 而我们学佛的人 首先要致直 秉性致直 那我们就得检讨自己了 我是否有够格啊 其次呢 要远离产狂 产指的是产妹 遇到有钱的 遇到地位高 有地位的人 就去跟人家拍马屁 这叫产 对于财 对于色 对于利 对于名 就要去产妹 狂呢 就是说大话 说假话 说空话 那我们呢 要学佛之前 我们首先自己 得做到检讨自己 秉性要致直 要远离产狂 那佛陀说了 如果有这样的大丈夫 有这样的人 行得正 坐得端 这个啊 秉性很致直了 很好 是一个品德够的人 高于普通人的道德标准了 远离了产妹 同时呢 嘴巴说话都是真实语 然后这样的人呢 早上的时候 来我这了 在早上的时候 来到我面前 我会用善法随机的 对他进行教导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 他就自己讲一讲 他今天学到什么了 我以善法随机教试 彼至牧师自成所得 早上来我这 我给他讲了课 讲到了晚上 他得给我讲一讲 你今天学到什么了 佛陀太慈悲了 他不像现在的 有的人 说你来到这了 给你讲啥呀 啥也不讲 我凭什么给你讲啊 对不对啊 你不交学费 我能给你讲 38000八千交了吧 交了再说吧 佛陀不是这样 只要有人来 只要他发心 愿意修学 只要他有这个 学佛的这个念头 佛陀就以善法随机的 会对他交试 但是呢 教你也不白教 就是你得真的要学的人 你是真心要修学的人 我才给你讲 你不是真心修学的人 石金黄金 我还不一定给你讲 那你怎么样 要知道你是否真心学习呢 佛陀说呀 你得给我讲一讲 到了晚上 我给你讲一天了 你自尘所得 你今天学到什么了 你得讲一讲 你不能最后 我跟你讲了一天 吐沫横飞泪沟呛呛 最后你说 不知道学到什么了 我觉得这个方案特别好 以后搞不好 我也要对你们 我也要考验考验 咱们在座的各位 你是否真心学习 你有没有好好的过来学习 我们说你天天来这 学你有积分 用积分能换会员 能听更多的课 这就是已经是一步考验了 这就是第一步考验了 第二步还得有考验 你今天听完课了 我讲了 我吐沫横飞 讲了一个多小时 你学到什么了 你得给大家说一说 以后啊 我不说了 我少说 我讲半个小时 剩下半个小时 让你们讲 咱们就连麦 以后我们就搞连麦 然后你讲一讲 你来总结总结 你今天学到什么了 跟大家说一说 聊一聊 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这不是我发明的方案啊 咱们看到了 是佛陀讲的 佛陀说呀 我给你讲了 早上来了 我给你讲到晚上 晚上的时候啊 你就给我讲一讲 你学到什么了 自成所得 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人就得给我讲一讲 他呀 用我给他讲的法 讲一讲 他得到了什么 他有什么心得体会 他又学到了什么内容了 佛陀继续喊了一声 我之善法 献得正物 能除热闹 我给你们讲的法 很厉害 是这个世间无上的正法 能够让你献得正物 注意这个献字 是一个省略的说法 就是献事的意思 今生 就能够得到正物 献在这里呢 他省略了一个字 其实就是献事的意思 这辈子 你不用等到下辈子 你好好学习了 你用心修学了 不用等到下辈子 献事就能得开悟 献事就能正得正果 我之善法 献得正物 我给你们讲的所有法 都是让你今生成就的 能除热闹 能够解除你人生当中 所有的烦恼 善应时机 亦为方便 佛陀说 我给你讲的这些法 就针对你的这个个人 有一套教学方案 根据你就有这个善应时机 然后呢 给你找到更方便你成佛的方法 是自觉法 这四个字太重要了 佛陀讲了 我给你讲的法都是自觉法 但现代人末法时代 当代人都总想找一个他觉法 希望别人给我觉悟 说念经我花钱 请人念行不行啊 余老师 我给你八百块钱 你帮我念三遍地藏经 回向给我爸爸行不行啊 花 三万八千八 跑到寺院 让寺院这些僧人 给我爸念经 我不会念 有用吗 不能说完全没用 如果说呀 念三遍地藏经 是一缸水 你自己念三遍地藏经 回向给自己的父亲 是整个满满一大水缸的水 你花钱给别人念 那就只有一勺水 不能说完全没有用 而你花多少钱都是一样 你请多少个僧人念 不如你自己念一遍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是自觉法 不是他觉法 你的父亲假设去世了 能为你父亲做超度的 就是你自己最厉害 甚至于父亲在过世之前 自己念一句佛号 那比你念的又更厉害 比你帮他念的又更厉害 他自己能够念一句佛号 念十句阿弥陀佛 那他自己得到的 像大海水那样的功德 你帮他念佛 帮他念地藏经 那像一个小池子水 你在花钱找别人帮念 那就像一小勺水了 没有了 为什么呢 他们的内心跟你父亲很难感应 你就能感应 父亲自己念 自修自得 自觉法 佛法从来都不是他觉法 而是自觉还要觉他 首先你自己得到觉悟 再帮助别人觉悟 这叫自觉觉他 他不是他觉 你看佛法从来没告诉你说他觉 你即便是阿弥陀佛 伟大愿力要接引 那也是助缘 真正的主因 还得是你自己要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 那阿弥陀佛才能接引上 这个殿才通得上嘛 所以当你要靠别人的时候 你本身路子一定错了 你想靠什么密宗的上师 想靠密宗的上师 给我摸摸脑袋 想靠别人给我抓住我这串珠子 想靠这个善知识怎么样 现在我以前在南淮景老师那里 有的人呢 那个我们那不让随便比谁都进来 他们进不来 有的人从那个外面那个铁 那个铁栅栏翻进来 抓一把咱们这个大学堂里面的草 带走回去供着 这都是在神话男老师的他觉法 他觉得太湖大学堂 那个草地上的草都带有男老师的先气 那所以他进来了 跳起来 抓了一把草回去供上了 所以这是他觉法 而佛法呢 佛陀自己说的 是自觉法 那一定是自己要精进 你自己不精进的话 光靠别人没有用 别人能够提点你的 都是助缘 就像有的人 一到家庭有什么 这个 坎坷了 比如老公出轨了 他就来找我了 于老师我老公出轨了 我该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呢 都得你自己去办 我怎么去办 我去删你老公两个耳光啊 还是我帮你们去办离婚手续啊 我办不了你的事 我只能告诉你 用佛法的角度来给你提建议 有几种可能性 你自己选择 那我能替你去离婚吗 我能替你去跟你老公去谈吗 我代替你去跟你老公谈 来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日子还过不过 你老公肯定问我 你是谁呀 所以 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你 在修佛法上尤为如此 在修学佛法上尤其如此 自修自得 不修不得 你自己诵经 自己得利 我们讲回向 我们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自己的父亲 回向给自己的母亲 当然不是完全没用 有用 但是用处呢 就一定不如他自己修 自己念 自己学 这个就是佛法讲的自绝法 自绝 然后要绝他 深入好难 持戒反而简单 持戒是当然要的 但是持戒呢 它需要你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信心从哪来呢 信心你不是还是要 从咱们的修学佛法的智慧当中来吗 不然的话 你自己戒律守错了 你都不知道 是否应该守这个戒律 这个戒律具体应该怎么守 你都不知道 你不学佛经 你能知道吗 这个不是说 你要用什么方法的问题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佛经 听经文法 这是必须的 这才是佛弟子嘛 不然你以为 我就知道念一句阿弥陀佛 我就念 别的我都不听了 我怕听乱了 听佛法还能给你听乱了 那你念阿弥陀佛 也能把你念乱了 而不是别的乱 是你自己的心要乱 佛法怎么会乱呢 佛法 你听经文法 只会加强你的自信心 只会加强 你对自己的 这条道路的坚定 不移的这个方向 加强你的智慧 让你对佛法 有进一步的了解 怎么会给你听乱了呢 但凡这么说的人 他自己乱 不是别的乱 就是他自己乱了 闻思修 这个修学词的 第一个要闻 你不听 你就不会 你不听 你连寺院 别人忽悠你 你都不知道 别人乱跟你讲 你也不懂 要不然社会上 为什么有那么多 邪实说法 那还有一大堆的信众呢 有那么一大堆的 跟随者呢 道理就在这里 你不懂嘛 你不懂你就要被人骗 佛法是自觉法 不要把你的这个东西 交到别人手里 你皈依不是皈依 任何一个人 你皈依的是 佛法僧三宝 首先皈依的是佛陀 是释迦牟尼佛 这个具体的这个佛 你不要说 哎呦 我皈依的就是佛呀 我师父已经成佛了 我师父就是佛 他不算 我们的根本老师 只有一位 就是咱们能直遇的 这位佛叫 释迦牟尼乔达摩西达多王子 这叫皈依佛 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我们能直遇到的 我们这个年代 我们直遇到的 就是释迦牟尼佛 这位佛 当然十方三室有无量佛陀 但是我们目前 你能够皈依的 就是释迦牟尼佛 皈依法 你皈依的就是 释迦牟尼佛 所亲口所说的这个法 这个皈依的是这个法 不是哪个邪师随便讲的法 你皈依僧 也不是皈依具体 这位老 这位僧人 你皈依僧是皈依 整个清净僧团 这个叫皈依 但是你不要以为 他能够帮你怎么样 他能够手一踢 手一拉你 脚一踹你 你就跑到西方极乐了 或者他能够给你认证了 他能够给你印证了 他能够给你摸头了 他能够给你灌水了 他能够给你怎么样了 那都是POA你 因为佛法最终就是要靠自觉 你只有靠自己 我们今天开播之前 就给大家讲了这个道理了 说你在修学佛法的道路上 你不能有退转 你千万不能退转 你要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你有任何退失的心 你就达不成这个目的了 那别人再帮你念佛 你也不行 所以佛陀说呀 是自觉法善为父护 什么是父护呢 父就是覆盖嘛 保护你 有一个东西啊 有个金钟罩 铁布衫一样的东西啊 罩在你身上来保护你的 你把佛法学通了 你就不受那个邪魔外道的 这个这个蛊惑了 所以佛法就是你的金钟罩 铁布衫 你跟我学习久的人 哪个是邪师 一跟他讲话 他自然就明白 我相信跟我学习久的人 三年五年以上的人 谁在耍花招 谁在是骗人的 什么关英国的 什么身上冒火的 什么给你算命讲前世的 是真的是骗子 我估计你跟我学时间久了 你一听就知道 你肯定明白 那你为什么明白呢 是所有的例子 我都举到了吗 不可能 我给大家讲课 不可能所有的例子 面面俱到 但是呢 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知道了呀 你对我讲的佛法 你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之后 你就有了金钟罩 铁布衫了 你就善为富户了 那些个邪魔外道 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些个孤魂野鬼 那些个妖魔鬼怪 他骗不了你了 你能够善为富户了 这是谁富户的你呢 不是我 我有什么资格保护你 我保护不了你 谁保护你呢 佛法 这个智慧 你听懂了 你受到保护了 亲对我前 闻所说法 顺于寂静 能去菩提 是我所知 事故如今 见有自立 见有他立 及二句立 佛陀说呀 如果能够亲自 跑到我的面前来 听我讲课 你要能够 顺于寂静的话 你就能够正到觉悟 我们现在是 没这个机会了 我们没有办法 能够亲自的 见到佛本人 这个化身 在他面前听法 他已经 入涅槃 两千六百年了 但是我们 只要修学 这个佛经的正法 这是释迦牟尼佛 亲口所说的 就跟他 我们一拿起经文了 一讲一学 就和老爷子 就在我们面前 没有区别 所以你不要觉得 现在是鱼雷 在给你讲 鱼雷讲的 不是鱼雷法 讲的是释迦牟尼法 那就跟释迦牟尼佛 在你面前 跟你讲是一个道理 一个意思 但是你要有一个 接引 你必须自己 要有一个 接应这个能量 怎么接应呢 佛陀说 你得顺于寂静 你不顺寂静 没用 你现在听我鱼雷讲 虽然我是鱼雷 我不是佛 我也没有成佛 我的境界还差得很远 但是我讲的 不是鱼雷 原创的东西 我讲的不是 我讲的 不是我说的法 我讲的是 一个字一个字 严格的 按照佛经讲的 那我就不代表 我自己了 那我代表的是佛陀了 所以呢 虽然我们现在 没有办法真的 亲对佛前文所说法 我们做不到了 但是呢 这些东西都是佛说的 这每一个文字 都不是我说的 都是佛说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大家 能够听到 一样的 也是亲对佛前 但是你自己 要做到一点 才能够有所接应 不然的话 这个电视台演节目 信号发射给你了 你自己不接收 这个信号 你频道不调过来 你接收不到 那没用 佛陀用了四个字 来告诉你怎么接应 顺于寄静 你要把自己的心静下来 每天就这么一会儿时间 就这么四十多分钟 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都静不下来 那你怎么学佛呢 你不要说 于老师一边讲 你一边要刷刷淘宝 一会儿又去看看阿里巴巴 一会儿又双十一 要买买买 一会儿又回复个微信 你那都不叫顺于寄静 你不顺于寄静 佛陀老爷子坐在你面前 也没用的嘛 你能够顺于寄静 鱼雷在这儿讲 跟佛讲的就一样 你不顺于寄静 真佛坐在你面前给你讲 你也接应不到 你也接引不到这个能量 所以这里面 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要知道了 你来听经文法 我总跟大家说 你听经文法是有功德的 这个功德要有前提 你来听经文法 这个功德一定在 但是你听经文法的功德 怎么获得 你得自己去获得它 就好像你面前 给你丢了一堆金银财宝 你得自己捡 你不捡 这个财宝不是你的 听经文法的功德 你加持不到的 你拿不到 金银财宝 大金银财宝 给你扔到脚下了 你不捡呢 你不捡就没办法了 你别说老师没给你扔 老师把金银财宝 扔到你脚下了 你捡都不捡 那没用的 那释迦牟尼佛来了 也没用 如果你懂得捡 把这个元宝捡起来了 你会捡 那鱼雷在这 跟佛在这 就是一样的 你不捡 那谁在这都没用 那怎么捡呢 肯定有人说了 老师老师 我要捡 我要捡 元宝呢 我这给你们丢的是功德 是这个法性功德 那不是真的 那个大纪元版 我也不衬的东西 那怎么捡呢 顺于寂静 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 讲课之前 还给大家唱一段呢 还给大家听会儿音乐呢 就是让你心先静下来 准备我们要开始讲课了 把那些凡尘俗事 暂时的先放下 你再忙再乱 先放下它 进入我们的法性功德来 你才接引得到这个功德 这个金元宝 你才捡得起来 不然你捡不起来的 所以叫顺于寂静 寂 既然 静 把自己的内心 空灵下来 让自己静下来 把凡尘俗事 暂时的先把它放下 咋能捡到啊 就是这四个字 顺于寂静 你才怎么样啊 能去菩提 你听经文法的时候 你必须顺于寂静 能去菩提 以前跟大家讲过了去 不是有去 不是兴趣 指的是趋向 走向 趋向菩提 菩提就是泛语的音译 觉悟的意思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它本身呢 既不是代表菩提树 也不是代表菩提子 它不是手串 菩提就是泛语的音译 菩提树是根据菩提 因为佛陀 坐在那种树下觉悟的 所以给它命名 叫菩提树的 那去向菩提了 就是能最终的 得到根本觉悟了 得到觉悟了 就是什么呀 就是不大 就是佛 我们所有的修正 最终就是要去向菩提 就是要得到这个觉悟 觉悟的人就叫佛 佛不大的意思 就是觉悟的人 所以我们就要 菩提 在座的各位 你把自己修到菩提了 你就叫菩提子了吗 你是不是就是菩提子了 你是菩提子了 你就是不大了吗 觉悟的人就是不大 所以呢 咱们在座的各位佛子 一定要修正自己 在每一次的听经文法 都把它当成一次大法会 因为这是佛陀亲自讲的法 你要把每一次你来听课 在直播的时候 所听的内容 要当成一次大法会 然后顺于寂静 你一定能够趋向菩提 我是余磊 下集再会 余磊老师作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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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